选举期间的假消息 包括人工智慧造假的内容 误导性论述和协同行为 举凡假音讯制造政治人物的私生活 误导性论述两岸关系 制造大量的虚假资讯等 都试图影响乐听人的思绪判断 民间团体针对这些假讯息分析 并且分享给大众 切勿随意相信所见所闻 我们需要市场合主持跟媒体 要怎样来共同联访 选举可能会出现AI假讯息的挑战 那我们提供了我们怎么查的案例 然后把我们的新法交给媒体 那我们也提供专家咨询的名单 如果遇到AI的假影响 或者是你觉得可能是假的 你可以去问谁 然后谁可能可以帮你做证策 那我们也建立了这个 AI的这个查证的SOP 教他们怎么看这些讯息 的行为就跟一般人的正常的上网行为 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那这个是我们判断 它这个团体是不是所谓的网军 协同团体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这一群几百个账号 或者有时候几千个账号 它都在同样的时间上网 同样的时间休息 那其实我们在演讲公布这个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形容团体 它会变成可能是礼拜二到礼拜六 它就改这个休礼拜天礼拜一 它就会一样走休而日 都还能够符合老基法的规定 那这是我们的判断的标准机 台大新闻研究所 攜手中家宽评 举办总统大选期间的 假讯息因应指导论坛 发现人工智慧产生的虚假讯息 复杂且深度未造 挑战了传统的事实查核 公民团体在这次选举期间 做假讯息的辨识 其实花了相当多的力气 也有一些成果 不过面临AI的冲击 我们可以发现 它们可能在专业的技术上 或者甚至在相关的资源上 还是有些不足 所以从这次的经验来看 我们显然必须在这方面 有更多的资源的增加 或者是人力的配备 或者是专业的训练 才有办法应付未来 AI时代的假讯息的侵入 那这些资源 我们希望能够有多方面的获取 譬如说一方面是来自于企业的支持 那这企业里面特别重要的就是 来自于数位平台 因为假讯息常常是在数位平台上 传播的一个影响人心的作业 那数位平台他们如果能够在这方面 给这些团体更多的资源的话 我相信一方面是他们社会责任的展示 二方面也对于这个假讯息的遏制 会有帮助 公民团体不断寻求解放 展现对抗外来干涉的韧性 也凸显了阅听人的媒体素养持续提升 各方在揭穿及因应假讯息有所努力 也判从每次的事件讨论中汲取改善之道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